天气冷诊所挂号病患也多了起来 新冠流感等多种病毒夹击 别以为得过就逃得掉 近期不少民众陆续传出新冠肺炎二度确诊 或是感染流感等呼吸道疾病 因为有医师示警已经出现免疫切到现象 发烧咳嗽流鼻水又症状两三天都好不了 感染科医师指出这种病患比过去多了近两成 很可能跟染过新冠有关 难道免疫系统已难抵抗病毒了吗 染到新冠以后我们身体的免疫确实是会受到影响 可能会持续的时间比较久一点 不同的病毒进来 它可能会发现这种所谓的重组现象 从机关署数据看 医院中类流感人数达到12.7万人次 创下近十年同期次高 加上疫苗覆盖率不足 疫情高原难解 而一般流感高峰约落在三到四个月 却以八个月未降 医师黄利明认为相当不寻常 除了跟天气变冷 个人防护不足有关 不断有新病毒出现 传播阻碍小 恐让免疫怯到持续超过一年 它过一段时间之后 就会恢复到正常 你一直在连续在得 那你免疫力得过之后 就一直在下降 那你如果打疫苗 不得新冠肺 你自然就不会因为感染之后 造成免疫力下降 而造成反复反复的感染 疫情流行期拉长 年前即将迎来高峰 农历春节大量旅客往返过节 二三月空嗨会掀起另波疫情 民众最好戴好口罩 施打疫苗远离病毒威胁 记者杀7号陈云轩台北报道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 看尽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你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